大家好,这里是大舌头解说,我是段小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儿子惨遭黑帮迫害 普通父亲化身复仇者 一人团灭整个黑帮的电影,非法制裁 约翰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撑不死也饿不死 他有一个美丽贤惠的妻子 感情非常要好 两人还与有两个儿子,都很懂事听话 一家事口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 没有大富大贵,可谓是幸福美满 一家人都很享受这种平淡且幸福的生活 简直是献上旁人 可一切的美好都在一个夜晚被打破 那天,大儿子刚赢了曲棍球比赛 约翰带着儿子正在回家的路上 两个人都很兴奋,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 这时,车子没油了 约翰把车开进了加油站 约翰在外面加油 儿子折进去商店买点饮料 突然娘娘小车开了进来 从车里下来一伙劫匪 闯进店铺,二话不说就直接开枪打死了店员 大儿子在旁边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这时,一名劫匪指示另一名劫匪干掉大儿子 否则就不能入邦 那名劫匪也很紧张 根本不敢下手 但在同伴的鼓舞下 还是大喊一声挥起刀抹了大儿子的脖子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门外的约翰反应过来时 劫匪已经跑路 只有杀人的那个还弄在那里 约翰冲上去扑倒了他 打斗中,约翰扯下了他的面具 但还是被他逃走 所幸他在逃跑时被过往的车辆撞倒在地 约翰急忙进去查看已经受伤的大儿子 呼救生想破那个宁静的夜晚 儿子很快被送进了医院 约翰只能无助地在门口等着 不一会 妻子和小儿子也赶了过来 可医生告诉他们 没能救活大儿子 这个噩耗让妻子直接贪软在走廊里 一家人悲痛不已 大儿子葬礼过后 一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曾经欢乐的四口之家 如今因为少了一个人而变得冷清 约翰和妻子每晚都只能相拥而睡 相互安慰着彼此 曾经跟哥哥关系并不好的弟弟 也时常夜里一个人默默地抹眼泪 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 约翰巴布的凶手关在脑里一辈子 可律师却告诉他 最多也就关个三到五年 如果约翰想控告他四年 甚至无期徒刑 到时候很可能无罪释放 因为这起案件的目击者只有约翰一人 凶手行凶的刀具已经不见 而且那个加油站还没有监控 只有约翰一个人的证识 很难为凶手定很大的罪 最好的结果就是 跟对方律师达成协议 判个三到五年就是最好的结果 约翰难以置信地听着这一切 自己的儿子被杀 却因为证据不足 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他当然不乐意 但律师告诉他 这是最好的结果 他本打算和凶手抗争到底 但在法庭上 见到凶手嚣张的模样后 约翰突然觉得 就算是给他判无期徒刑 也只是便宜了他 他突然改口不愿意做证人 说当时天色很暗 自己根本就没有看清 现在唯一的目击证人都放弃了执政 法官当即判定凶手 无罪释放 约翰则一个人淡定地离开了法院 凶手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法院 帮派老大光头 也带着一众帮派成员 热烈欢迎的凶手 率师正式认可他加入了帮派 这个凶手名叫达里 光头老大正是他的亲哥哥 连老大的弟弟都要亲手杀个人 才能加入帮派 足以证明这个帮派 平时是多么的心和手辣 而约翰就在不远处的车里 看着这群洋洋得意的混蛋 心里坚定的要覆手的想法 在老大带人开车离开后 约翰也发动汽车跟他上去 老大把达里送回家后就转身离开 而一路跟踪的约翰 也知道了达里的住址 回到家后 他在杂货铺里找到一把小刀 揣进了口袋里 随后开车来到达里的门口蹲守 但杀人对他来说非常陌生 普通上班族的约翰 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杀人 他在车里不断的平静自己的心情 此时达里从家里走出来倒垃圾 看到仇人就在自己面前 约翰毅然决然地走下了车 他紧张地向达里走过去 碰巧一个妹子走了出来 看见了他 他急忙转过了身 好着妹子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离开了这里 约翰再是行动 找到了正在倒垃圾的达里 本来还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动手的他 在见到达里嚣张的嘴脸后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拿出刀就扑到了达里的身上 一番笨拙地打斗后 约翰把刀插进了达里的身体 自己也吓得瘫住在一旁 贫富下亲情后 约翰抽出了达里身上的刀 在车上插去了刀上的指纹和手上的血迹 然后把刀丢进了盒里 所有假装怒无其事地回到家 终于为而直报车的约翰 在浴室里达里的哭着 发泄着心中的悲痛 第二天 警察黑流找到了正在上班的约翰 告诉他达里已经被人杀死 约翰的表情明显有点不自然 他说可能是黑帮寻仇 约翰极力掩饰 自己和这件事没关系 但他笨拙的眼睛 连我都不信 黑流也发现了 他手上跟达里搏斗时留下的伤 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或许他也觉得这是个完美的结局 另一边 黑帮老大光头也知道了弟弟被杀的消息 他愤怒异常 发誓一定要查出凶手为弟弟报仇 手下们开始一一分析谁是凶手 经过一轮排查 他们初步得出结论 并不是黑帮寻仇 此时一名手下说 他的妹妹在达里的门口 看见一个西装男走来走去 原来当时路过的妹子 正是这名手下的妹妹 光头立马连想到达里之前的杀人案 杀的人正是约翰的儿子 而报纸上刊登的约翰照片 正是穿着西装 光头马上让人找来了手下的妹妹 拿着报纸上的照片让他确认 未知也认出了报纸上的约翰 正是那天徘徊在达里门口的人 光头此时已经确定 约翰就是杀害弟弟的凶手 接下来就是寻仇的时刻 这天 约翰刚下班拿着公文包走在路上 而他没有注意到 光头的手下已经在身后悄悄地跟上了他 就在手下快步上前打算接过他的时候 约翰突然回头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其他的手下看行动失败 纷纷站出来拿出枪开始追击约翰 约翰只能漫无目的地到处逃跑 中途还丢掉了自己的公文包 他一路跌跌撞撞地逃民 逃进了一个后处理 而通过厨房的入口 逃进了停车场 手下们突然没有了他的踪迹 只好分散来分头寻找 最终约翰逃到了自己停车的楼里 可一名手下也追了上来 约翰急忙躲着车后 两个人开始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 约翰看准时机 用车钥匙开锁发出了声响 成功吸引了手下的注意力 就在他分神的时候 约翰冲了上来 两个人很快搏斗在一起 他们从车外一直打到了车内 打到中还放下了汽车的手杀 汽车顿时向天台边缘划去 就在汽车即将掉下去的时候 约翰也最终搞定了手下 在最后关头爬了出来 而手下折合汽车一起掉下了高楼 约翰气都还没传上一扣 急忙爬上自己的车逃之夭夭 此时紧急声响起 光头很不甘心地离开了 如今弟弟的仇没报成 还损失了一名得力干将 光头简直愤怒到了极点 他又把目标放在了约翰家人的身上 这天约翰正在上班 光头的手下送来了约翰逃跑时 丢掉了公文包 而公文包里的全家福照片 已经被光头画了一道红线 照片的背后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约翰立马拆想到了光头的目标 急忙按照电话打了过去 两人在电话里互相问候对方的母亲 互相放狠话威胁对方 最终光头获胜 约翰还是更担心自己的妻儿 他急忙打电话给妻子 让他赶紧回家待着 然后又给警察黑流打去电话 让他赶紧派人去家里保护家人 顺便接一下学校的儿子 说光头要杀他的家人 随后约翰一刻也不敢停留地往家里赶去 还好妻子安全在家 他急忙关掉了所有的门窗 此时黑流也正好赶到 他很不理解约翰为什么要招惹光头 而且很不赞同他私下杀死达利的做法 这明显是制造麻烦 原来他一早就知道是约翰杀死了达利 只是一直没有揭穿 如今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他不得不站出来指着约翰的行为 听到这里的妻子才知道约翰的所作所为 他也很不理解丈夫的行为 可约翰认为自己并没有错 既然法律无法给自己公正 那自己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 来还自己一个公平 黑流虽然很不赞成约翰的做法 但还是派警察守在了他的房子前 当天晚上 约翰一直没有睡觉 拿着棍子守着家里 突然听到了外面警车 不断地响着喇叭的声音 他急忙起身查看 却发现警察已经死在了车上 再一转身 黑帮分子已经闯了进来 约翰很快和他们打斗在一起 但很快光头就控制了他的妻子和儿子 约翰只好停止反抗 光头也不废话 直接两枪打在妻儿身上 约翰见状急忙冲了过去 也被光头一枪放倒 一架伤口就这样倒在地上 没有了生机 外星的是 约翰被抢救过来 遗憾的是 妻子没能救活 儿子也没脱离危险 当约翰再次起来的时候 黑流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 他告诉约翰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源源相报何时了 在负责的游戏中 根本就没有赢家 到头来 所有人都会死 约翰似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 他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家人 陷入了深深的智责当中 当得知自己的小儿子被抢救过来 还在昏迷当中的时候 约翰顾不上自己身上的伤 激动地来到儿子的病房 看到病床上 可能永远也不会醒来的小儿子 约翰心中不止只有智责 更多的是燃起了复仇的火焰 他不能眼睁地看着儿子被人杀害 而无动于衷 我的两个儿子 我的妻子 他必须复仇 约翰不顾身上的伤口 从小儿子的病房窗户溜了出去 开始了他的复仇之路 他冒着大雨回到了已经被警察查封的家 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 然后打电话 让朋友调查光头电话的住址 随后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朋友的办事效率很高 很快便查到了光头的号码 来自一间酒吧 挂断电话后 约翰直接去了酒吧 酒吧老板刚开始还很准硬 在被约翰暴打一顿后 果断说出了光头的住所 接着他又在老板的介绍下 来到买军货的胖子那里 从他那里购买了一整袋的枪 约翰回到了自己的家 他按照说明书 慢慢地学会了如何使用枪支 然后剪断了自己的头发 也同样剪断了牵挂 换上一身帅气的皮衣 曾经平凡而又和善的男人 从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 充满了暴力和鲜血的复仇之路 很快约翰就来到了光头的住所 可光头并不在这里 只有一个手下在这里看场子 约翰很快制服了他 询问他光头的下落 在一顿暴打之后 手下说出了光头的位置 接着约翰让他打电话给光头 告诉光头自己并没有死 光头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是震惊 约翰也在通话的时候 一枪抱了手下的头 这也算是正式向光头下的战书 接下来 约翰开车来到了手下所说的位置 门口只有一名手下放哨 约翰毫不客气 直接加在油门撞了上去 放哨的小混混直接拧了盒饭 随后约翰拿着枪就杀了进去 刚进去就碰到两个 还没搞清楚状况的小弟 约翰直接开枪放倒 其他的两个小弟这才反应过来 纷纷拿起枪开始反击 两边开始了激烈的枪战 约翰边站边退 两个小弟在后面穷追不舍 约翰找准机会就是一枪 但这一枪并没有击中小弟 但为自己的后撤争取了时间 当小弟追上来的时候 已经不见了约翰的身影 他们只好分头行动 这样就给了约翰机会 他瞅准时机 一枪搞定了其中的一个 就在他寻找第二个的时候 却被赶来的光头连开几枪击中 约翰急忙转身 开始跟光头互射 两人都身中树弹 突然小弟从后面出现 一枪打中了约翰的脖子 约翰也转身一枪抱了小弟的头 接着又开始跟光头互射 直到两人的子弹都打光了 他们才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两人都身受重伤 虚弱地坐在了大厅的长椅上 此时光头看着约翰说 看看你 跟我们没有两样 都是杀人魔王 约翰才懒得跟他废话 又从身上掏出了一把手枪 缓缓地对光头说 你准备好了吗 最后这约翰走了出来 很明显光头已经被他干掉 这个普通的白里男 为了给家人报仇 一个人团面了整个黑帮 随后他拖着受伤严重的身体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一个人躺在沙发上 看着一家人沉浸的怒响 回忆着重现的美好时光海苔 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不多久 黑流带人赶了过来 看着全身失伤的约翰 他只说了句 你儿子动了 你得撑下去 听到这个消息后 约翰缓缓地转头 看上了录像 然后露出了九个的笑容 这场惨烈的复仇运动 终于画上了句号 当一个人复仇之前 他其实已经杀了一个人 那就是他自己 当仇恨占据自己的全部之后 就成了一个躯壳 以暴之暴毁灭了别人 也毁灭了自己 就像黑流说的 这场阵邪较量 根本就没有赢家 虽然很多人都不赞同这种方式 然而 这确确实实是人性真实的一部分 就像被踩尾巴的猫 本能的反咬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的大舌头